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的泡泡 国庆前不是整了一期5000价位锐龙本的横屏吗 竟然整都整了 怎么着也得再来一期5000价位的库瑞本的横屏吧 凭借的超能力 我又整来了三台笔记本 分别就是它们三 依旧有我们的老朋友荣耀和联想 分别是全新的荣耀Magiball X14 2022 和小新 AS14 Plus 2022 另外还拉来了友商华为 新款的MateBook D14 一起来看看哪一款更值得入手 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看外观 这次拿到的这三台笔电都是铝合金的银色 荣耀和华为这个银色其实比较接近 是亮银的感觉 小新就比较偏灰 因为华为的屏幕是16比9的 所以它的宽度会比其他的两台要更加长一点 而小新的机身为了塞进多个接口 其实看起来会更厚一点 特别是尾部的 其实三台笔电的薄度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样的 而荣耀看着就刚刚好 不显长也不显厚 因为用了更加轻的金属材料 更薄的屏幕面板 所以荣耀也是三台笔电当中最轻的一台 只有1.34千克 而且颜值也是很高的嘛 讲道理 现在的笔电设计上 其实都是大差不差 基本上都定型了 能拿分的地方都在细节上 比如荣耀的一体式的转轴 让外盖和转轴呈银色一体 不像华为那样子是黑银两色 多少会有点割裂感 之前我一直有提到 荣耀的电源和指纹是二合一的 怎么看都比华为和联想的分离式开机键 要高大上一些 而且用着也实用 开机及开屏 当然细节上 联想也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 比如把接口的指示功能给贴出来了 说到这里 想点一下荣耀和联想的键盘细节 都做了房屋的设计 像我这种长期需要打字 经常因为手会出汗或者有点油 会把键盘弄得很脏 那现在荣耀和联想的键盘 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咯 至于华为实测还是稍微有点沾油的 而且我还想吐槽一下它的大下巴屏幕 虽然让上半部分的边框看起来更窄 但是这下巴真的是很难崩咯 不过好在它用了隐藏式的摄像头 这一点我觉得也算是拉分啦 总体看下来颜值这一part 大家会更喜欢哪一台呢 除了颜值我们今天还要谈一谈品质 其实咱们平时买手机买笔电 最关心的肯定就是能不能用酒拉 会不会容易坏等等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做个小实验 来看看这三台笔电 在比较极端的条件下 能不能保持一贯的品质 最近呢广州的天气晴好 太阳是一个大 早上的十几度到周五 能去到二十几时三十几度 那咱们的实验呢 就是在大太阳的曝晒下 一起来看看这三台笔电的 输出一条片子的表现 到底如何 可以看到荣耀是比另外两台要更加的稳定一些 能保证在极端的环境下依然有不俗的表现 接下来呢再讲一下接口和屏幕的部分 先来给大家PO一下这三台笔电到底有多少的接口 荣耀和华为的接口呢几乎是一样的 一个全功能的USB-C 两个USB-A 一个HDMI和耳机接口 不过注意看啊 华为其中一个USB-A呢是2.0的 逃街啦哈 刚才也说到了 联想的机身尾部呢是比较厚的 接口呢会更多一点 就是多了这个全尺寸的SD读卡器和USB-C了 有两个USB-C固然更好 但是还是想要更极致的轻薄嘛 屏幕部分啊除了华为是16比9的1080P之外呢 荣耀和联想呢都是16比10的2.2K屏 华为的显示画面会更加偏扁一点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荣耀和联想呢会更加讨喜一些 话不多说直接给大家放一段电影 来更加直观的看一下他们的差距 温馨提示啊 联想是有四个扬声器的 看看能不能听出区别 怎么样 你们会更加喜欢哪一台笔电的显示和外放效果呢 然后 小飞棍来咯 重头戏来了啊 性能和续航的测试 上期说到 轻薄本的痛点呢是性能和续航 荣耀锐龙本呢是全程吊打同价位笔电的 这一次的酷睿本会不会复刻之前的表现呢 诶 看看就知道了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基本的配置啊 我手上这台荣耀MagicBook X142022 搭载的是12代的酷睿i5-12500H 而小新A14 Plus和华为Maybo D14呢 是12代的酷睿i5-1240P 显卡呢都是极显哈 光看配置我觉得荣耀这次又要赢了 但是怎么着我们也得看一下测试的结果 PCMark基准测试啊 荣耀是5363分 而联想和华为只跑出了4835和4660分 哎 看来真的是要尬了 CDbench R2310次的循环测试啊 荣耀多核是8399分 而联想是7584分 华为呢就比较拉款了啊 只有6431分 单核跑分荣耀1501分 华为1529分 单核呢反而持平了 却轮到了联想拉款 只有1248分 3DMark Time Spy测试啊 荣耀和联想的显卡呢 跑出了1538和1561分 表现呢还是比较接近的 而华为呢只有1356分 再11分 烤鸡半个小时啊 荣耀能够稳定输出40瓦 而联想呢是35瓦 华为呢只有18瓦 整个测试下来可以明显的看到 荣耀还说不上是吊打另外两台笔电 但表现呢是真的很稳定 硬核的看完了 咱们再来看看续航情况 荣耀延续了良好传统啊 用上了大电池 全新的荣耀Magiball X14202的电池呢 是60瓦时 而联想和华为呢分别是56.5瓦时和56瓦时 荣耀做到了用最大的容量电池 做最轻薄的机身啊 十分好评 至于续航情况如何呢 拉去测一测PCMark 日常办公就知道了 经过多次的测试啊 荣耀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跑出了接近11个小时的成绩 华为呢比较接近都是8个小时左右 也还行 荣耀有这11个小时的续航保障啊 在外出办公 或者是常会去做笔记啊 讲PPT的时候 也不会再有焦虑了 大家觉得性能和续航哪个更重要呢 以前呢有说过啊 笔电互联的功能其实还不算很普及 一般都是新进的一些厂商在做 今天的笔电啊 荣耀和华为刚好都有这项功能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讲一讲 荣耀呢主打 荣耀分享 换机客楼 多屏协同三大功能 基本上能够覆盖掉日常的一些互联的场景 比如荣耀分享 可以实现PC和PC PC和手机之间免流量的传文件 最高速度可以到达70MB每秒 这基本上可以丢掉U盘啦 还有换机客楼也是可以在无线的状态下 给新电脑转数据的 速度呢最高也是70MB每秒 只要旧电脑下载了换机客楼软件啊 就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移动硬盘什么的 基本上也可以丢掉啦 多屏协同呢是PC和手机 PC和大屏之间的联动啊 全程也是在无线的状态下进行的 而华为呢主打超级终端 这说人话 就是协同功能嘛 也有华为分享和PC客龙 果然师储同门啊 对互联的理解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荣耀的笔电性价比上呢 就会更好一点点 至于老牌笔电厂联想啊 就不太在意互联这些功能啦 你想拉个文件进小新AS14plus里 那你就得按传统的啊 先得找个U盘 这个时候往往U盘是找不到的 或者找到了你 下次又把U盘给弄不见了啊 真的是很让人抓狂 好了视频结束之前啊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 11在22H2上 有趣的一些更新啊 比如之前只能在最大化按钮上 选择停靠位置 现在只要拖动窗口到顶部 就可以选择啦 还有现在还支持实时的字幕啊 虽然只支持英文 不过对于要学习外国资料 或者是看一些英语直播的时候呢 还是很有帮助的 大家还想之后 还支持哪些语种呢 22H2在一些风格上 也做了重新的设计 比如说任务管理器和音量条啊 都是新的UI ALT加Tab的切换窗口啊 也变了 是半屏模糊啊 不再是全屏模糊 还有文件夹的图标 可以看到缩绿图了 当然让我觉得最有用的 还是这两个史诗级的回归功能啊 拖动图标就能固定在任务栏 以及在开始菜单拖动就可以新建文件夹了 好了以上大概就是我在22H2体验到比较有趣的更新了 大家之后会升级这个版本吗 最后再做一个总结 综合体现上啊 荣耀或许是这三台笔电当中最轻最薄最好看的笔记本了 品质也是杠杠逼 屏幕观感和性能测试中 荣耀和联想呢都是相对领先的 续航的话 荣耀是三台之中最好的 毕竟是最大的电池嘛 至于购买的建议呢 从颜值品质性能和续航四个点出发 荣耀都会是首选啊 我觉得表现呢 也会比另外两台要更加好一些 当然有品牌情怀的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购买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